十分访谈 今天我们谈的是 玉浪西巴沙大火 上个星期二的凌晨 一场大火把玉浪西巴沙烧成了灰烬 一夜之间摊主的生计都被捣乱 那么建雄发展局和国家环境局的合作 提供受影响的摊贩新的摊位选择 让他们能够在新的地点继续营业 那么受到影响的51名摊贩当中 目前是只有4名选择到新的地点营业 那不选择新摊位的摊贩们 到底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来了玉浪集选区议员洪威能 洪威能 洪威能你好 你好 洪威能你好 以及玉浪西41届商联会会长陈军店 陈威能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 请就让洪威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总共51名摊主 为什么迄今为止只有4名打算去新的地点营业 其实在设法当前的时候 我问他们要怎么样去继续他们的生意呢 他们多说他们希望是能够越快找到一个摊位 能够继续营业最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请了环球发展部开出一个清单 让他们有相当多的选择 但是经过他们的详细的考虑之后 他们一般上觉得说他们的顾客群都在玉浪西 他们也住在玉浪西附近 虽然是锦茂或者是金文泰 有些巴萨是相当的有名的 他们还是觉得说不太想去 就为什么这么少摊主能够结果选这些摊位 那以您的了解那些不愿意到新的地点营业的摊贩 目前为止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打算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那有些说他们想找一份工作 等到那个巴萨从建筑后再回去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找工作 而且他们的助手很多也是失业了 对吗 所以他们找我谈 那我就想说好 那我们就想再相信是有一个职业展 特别是叫那些饮食业的老板来做一个职业展 那么一个选项 那同时我们也让其他的居民 因为现在经济泛慢了 对吗 他们如果受影响的话 也能够来职业展找工作 请教会长同样讲到这个摊贩接不接受新地点的原因 你觉得会增加成本吗 从生意的角度 新地点就是说 就是给选择新的地方 换地方营业 根据刚才红预言所讲的 因为新地点真的是 人好像去到那边就说没有熟客 他们很难去经营 而且他们还是喜欢选择在我们附近营业 但是目前来说显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 对吧 对 你是否也有碰到一些小贩 有没有提出说有不一样的想法现在 如果说他们在找附近的摊位想继续营业 可是如果说真的很需要的话 应该是会选择计划选择怎么去建一个新的零食八嫂 也就是说当火患事件发生之后 大多数的小贩在你这边听到的 他们对你的或者他们的诉求 还是在于希望重建 然后宁可这段时间等待在那里 等待 如果说有的他们会是想找新的 就继续做下去 因为他们为了生存 所以有的就比较老了 他们会选择说等到再来 重建的时候才会 其实宏议员您在您的面部当中也提到了 可能想搭建这个零食八嫂 那这个提议目前的进展怎么样 所以他们很多汤主想了想 还是想在于朗西这一代营业对吗 所以他们要求说可不可以建一个零食八嫂 其实在四伙当天我就有这个选项跟他们说 但是当时他们的反应不太热烈了 那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发生 有点心情不太好 还没想太多了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就说好我去探讨 那今天晚上其实我要跟不同的政府部门 在商讨要怎么样建那个零食八嫂 因为如果要建零食八嫂的话 要赶快建嘛 不可能等到四五个月建 那是华人心里就过了 所以我们在探讨是否能够在华人心里之前 把那个零食八嫂建好 那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 那有关部门需要好好的配合 能够批准我们的计划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就要跟他们开会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华人心里 其实八嫂不仅仅是小贩的事情 也是民众居民所需要的一个 需要存在的 会长 这个我们听说火灾刚刚发生的时候 那些小贩们还有一些具体的需求 比如说有东西要拿是吧 因为火烧过后 他们是说想拿回他们的 值钱的物品 如果还在的话 如果在的话 还是他们的钱的话 所以他们想拿回 是 但当时不行 是吧 这个有很多的考量 洪云 我听说你有想过 是不是有办法让他们尽快可以拿 现在进行得怎么样 可能吗 他们有些给我要求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不安全 他们不能够进入灾区里面 只能在灾区外面这样观望 所以我都把他们要求 都传给那个结果发展学 他们去考量一下 但是 在总共来说安全很重要 对吗 像你刚才说了 这场大火 没有人伤亡 那我也不想 因为他们要去拿 他们的物品 结果有人伤亡 那就更不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以这个安全考量的话 我就让结果发展学 去仔细考虑 去仔细去做一个计划 让他们怎么样去拿 他们的物品 对 但是有点情感因素 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 在当天发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很伤感了 那天礼拜天他们回去看的时候 有一些业主 看了一眼就马上走了 就哭了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对了 真的很难 我们知道在火患发生之后 不少的相关部门 已经启动了一些援助方案 请问目前包括哪一些方面 其实 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火患 进室我就发给每一个摊组 500块的 只用的一个款项 那是一次过了 那过后呢 那其他有些 他们摊组 他们的储蓄不多 人又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 那我们又已经格外的帮助他们了 那第三呢 就是他们要找摊位嘛 我们就让他们找 有一个选择摊位 那第四 他们就是要找工作 那我们也是有一个职业展 那更重要的是 我也把一些基层领袖 就是一个基层领袖 就去专心四五个摊组 就让他们看 刚才他们有什么需要这些 所以在这摊的时候 他们就反映给我的那些 那些精神领袖 说他们想要给你 是巴沙 就是为什么 我就要启动这个计划 是 会长 我听说商联会那边 也想行动起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忙 是吧 有些什么具体的措施 我们就是想说 现在已经在筹款了 筹款希望下来就会帮忙他们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所有的那些 就是咖啡店的小贩 把他们邀请他们加入我们三人会 然后我们会帮他们买一个具体的保险 那么这样的都通知到了吗 得到的反馈怎么样 他们因为受影响的商贩 我目前还没有去进行 所以因为我现在在进行筹款 所以还没有去就是真正去接下来 是 筹款大家的反应积极吗 还好 因为现在因为火焕的影响 他们的我们的邻里的中心的商店 也受生意也受影响 所以反应也差不多 还要继续加油就是 当然要安抚灾户这很重要 但重建的工作也刻不融化 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 婚姻员 其实我们也想把这个危机 转为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动员起来 其实这几天有好多人就电邮跟我说 他们想帮助这些团主 所以我就跟他们联系 联系的联系 那么要有一个户口 那大家能够要捐款的话 能够可以继续这个户口里面 但最重要的是 不管他们是要捐多少 就是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无所谓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那个心 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 那这个非常好事 那在一些可能防火 还有安全意识方面 接下来会不会有做一些宣导的工作 是很多摊属 他们都说要节省费用 不要买保险 所以我们就跟三菱会谈起来 说要怎么样有个基地保险 所以总的来说要把这个危机 转为一个转机 是 两位最后一个问题 说到重建 在原址上重建 基本上是现在大家都希望的这一点 对 那这方面我就跟 旧法整体在联系 因为我们在重建的时候 我们当然重建是 能够跟进时代的一个需要 对吗 不可能是今天跟三十一年期 一样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商界当中 那我也要他们赶快 出这个计划 好使 让我们能够赶快有新的巴萨 让大家能够回去 这也是所谓的 把危机转成一个新的机会 对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提出个人看法 欢迎到我们诗称有约 面部网页留言 好 稍做休息 待会儿再来下一段的内容 不要走开 稍后见 稍后见